说到民生 说到习俗 农历新年要过了中国大陆最初爆发疫情的武汉市 今年上街置办年货的人潮大减 好多店家苦不堪言 那么中国大陆政府呢 为了减少过节群聚感染风险 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 敢用网络采买年货 网络平台也看准这样的商机 有店家就推出了好特别的服务 说只要您上网预约的话 就能够请到大厨来到您的家里烹饪年财 商店外高高挂起红色的灯笼 各式各样的新年装饰品 把店里装点得喜气洋洋 摊位上摆满春联和各种小牛玩偶 象征着牛年行大运 在新冠病毒最初爆发的中国武汉市 年货大街虽然不如以往热闹 但对小贩来说生意还是要做 疫情像这样闻下去 加上天气好的话 我相信能卖出去最后十几天 眼看农历新年即将来临 店家只盼疫情尽快好转 让他们也过个好年 出门半年货的人潮大减 尸体商店较苦连天 但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疫情复燃 推出全国网上年货节 鼓励民众尽量不要出门 该用网路采买年货 各大电商平台祭出优惠措施 网路商店也看准商机 因应疫情发展出新的服务 既有通过网上预约大厨上门烹饪的 私人定制年夜饭 又有在线下单 由专业人员到家进行家电清洗 家政保洁的懒人年货 中国政府今年推行就地过年政策 连高中生也纷纷留在学校过节 在外地工作的人同样回不了家 无法跟家人团聚 对他们来说 这个新年铁定不一样 终于军编译